Hello Art 大家好 我是杰儿 台湾当代艺术家周世雄 用石油创作量身打造 让老宅翻新 石油变身成为艺术 我就不喜欢人家教我是石油王子 他隐身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的巷弄内 他每个角落都是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原作 吸引名人网红都想来拍 我也想要有机会入住这奇幻的生活美术馆 跟我一起来开箱神秘的Room永生旅店 终于到这里了 我跟你说我的脸书就是被洗版 这个简直就是比网页上还要深邃 整个人好像有点浮起来的感觉 可以入住吗 还是说是要预约体验 其实来Room的机会不是那么多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限定的一个空间跟社区 所以基本上它是私人的空间 是喜好艺术或者是说对我们这个地方 或者说里面所筹办的活动 或是我们可以提供的空间体验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先透过网络 然后登陆我们的会员成为基本会员 跟我们有一些认识 这个空间最大的特色是它融入的思维 就是除了我的个人的艺术以外 还有一些符号的一些回忆 看到这个一颗一颗的灯泡 你会想到的是那个Ballway的 对白老会或者是一些饭店 这幅人式的这个石油画作它叫中式风情画 就是说它回应到我们这个华人的一种传统思维 游立方的创作到它被转化成这个炉台的一个东西 平地升起的浴缸一坐进来立刻就有放松的感觉 这个房子的算核心吧 这个浴池在这个空间 或者说在我的这个展览 或者说我的展示里面 它象征其实是我们每一次在大型的各展里面 都会展出的那个石油的棺材 玻璃棺材它的印象在西方其实是 重生 所以七个小矮人会把白雪公主放在玻璃的棺材里面 因为他希望它赶快再复活回来 它有一个唯美的印象是说一个艺术家 他在那个棺材里面躺着 他在等待一直等等等到他的身体都变成了石油 这部作品里面有很多永恒等待 我的展览名称等我一年是中文 那英文叫Way on Terry Dries 一直等到它干 可是我的画作这个游积玻璃的框里面的时候 它都永远不会干 永不干涸的石油画 同时我又告诉你用一个霓虹灯或怎样的一种 有点像是警示人种感觉跟你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它可以变成你创作的一个 2011吧 2010 当时自己的状态是在你的状态 第一次真的是拿机油去涂在帆布上面 然后就黄黄的回去然后就沾到隔壁的女生的衣服 然后他就见家的 啊这都没有干啊 但他那句话就是让我很inspiring 那我就做一个永远不会干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可以回到说 这些油对你的影响 还有你在选择未来的路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 是蛮跟随自己心的 有时候很多很多东西就是 差不多时间到了你就知道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讲说 好我是谁 I'm an artist 对不对我是艺术家 所以我過去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純粹就是討論藝術 沒有不討論別的 那回到台灣之後我就覺得說 我是台灣人 我是我父親的兒子 然後我是一個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我覺得我來在台灣的北美館 第一次發表這個家庭系列 對我來講毅力很重大 那我從哪裡來 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我往何處去 我在英國的論文 主標題叫Post-Paintingism 後繪畫主義 很囂張 20歲寫這種 對我覺得你一向之後就很囂張 然後但是副標題叫做 A painter's living in the photography edge 就是一個住在攝影時代的畫家 因為這句話其實很明顯 就是因為現在 因為過去畫家才其實 我只要可以記錄 你眼前看到的東西 我就可以混口飯吃對不對 這是我的功能對不對 但是現在不行 誰會畫的啊 現在眼前有一個人要跑了 你就是這樣 攝影一秒鐘之間 零點幾秒 把它抓住 所以繪畫 在這一個年代之下 它必須要回歸到一種 更純粹的藝術性 或者說純粹的欣賞 或是說純粹的 去討論藝術的本質 不知道哪裡來的人說 你為什麼要稱自己當代藝術家 不說自己是畫家 如果我是畫家 當然那些真的畫家 全部去死 對啊 不合理 沒錯沒錯沒錯 節目播出前 永生旅店又登上了雜誌封面 鍾世雄說 傳統繪畫中的時間是禁止的 而我的石油畫 有著石油永不干涸的特性 讓石油畫中的時間不斷流動 而且有機存在 就像那些分秒 都再也尋不回的美麗時光 永生旅店成為一處 滿載時光回憶的航站 Hello Art 我是杰兒 喜歡今天的節目 請按下訂閱還有小鈴鐺 跟著Hello Art 美學再也無陌生